其实教子女有没有一个更有效的办法呢? 最近妹妹一家在外国回来放假 我个儿子过去住 几个星期之后,家里不远回来 妈妈开始不在乎 平时在家里不肯做的事 妹妹简单叫一句,她就全部做完了 当时我真的有点害怕 没有一个父母是不爱惜自己的子女 但是为什么我儿子会觉得别人的妈妈 好过自己的妈妈呢? 我发觉我爱惜我儿子是一个事实 我没有因为这份乡而想放弃跟她的关系 反而我给大家更加多的空间 尊重大家的需要 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更加清晰,也变得更加谦虚 我问自己 其实我想我儿子做的事 我一直有没有先自己去做了先呢? 例如我想他跟我诚实沟通 我又有没有这样跟我的父母去诚实沟通呢? 之前,无论我几千就我儿子 或者对他多强硬 所有办法,其实都不合理的 那我就决定,在教他之前,我自教一番 我开始跟我父母更加诚实地去表达 心里面想到什么想说的,我都会去说 不会因为我是女儿,我就不敢去说 而因为我出自真心,而不是批评 我的父母不单止接受 而我没有想过的,他们竟然感激我 我希望有一天,我儿子也可以去教导我 我很期待的 也认识 我呼不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